这个方向应该没问题,我们来看斜斜的,斜斜的就好像有问题,等一下,不见了,对不对,因为不能斜斜的,那你会想说,嗯,老师那这样不能斜斜的以后,我一定要某个角度啊,或者是我一定要哪个方向的话,那怎么办呢,其实3D移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3D移动,选一下物件,按空白键 各位,如果说呢,你今天要,不一定是,你只要在这个面上面任何怎么移都可以的话,特别注意哦,你游标一定要移到这个,有没有看到,再看一下,有没有看到底下,这个就是一个什么,XY的面,那因为呢,我们下面的这个平面,底部的这个平面呢,它就是XY,所以呢,如果你是在这个平面上移动的话,就绝对不会有问题,所以你要移动的话呢,请你点一下, 这个面哦,很不好点,可能会跑掉,点住它之后,有没有,你现在随便移动,我不一定正方向,对不对,移到这里可不可以,放开,没有问题,有没有,所以特别注意哦,一定要是这个面哦,它是XY两个都要显示出来,这样移动,怎么移都不会跑掉了,好,所以3D移动跟2D移动,在这个地方就是不一样,好,所以以后你要特别注意,如果你要任意移动的话, 注意哦,要看到面,而且你会发现,它有三个面嘛,你要如果说,你要指定,有点像UCS,它帮你锁在那个UCS上面,好,就是说我就是锁在这个XY的地方,那你要怎么移动,它都不会跑掉了,OK,好,那这个是有关于那个,偏移面,那个移动面跟那个3D移动,另外各位也可以比较2D移动, 2D移动也可以移动,可是呢,它只能够在XY上面移动,而且呢,不能够是非正向的移动,或者也会跑掉,所以这边有三个移动,也顺便可以比较一下,就是移动面,3D移动跟2D移动,那就是看状况用啦,不过大部分呢,如果你在3D的时候呢,不然你就干脆用3D移动就好了,而且它很好用,有好几个箭头,正方向,然后呢,不同, 如果是一个面上面,你就点这边就可以了,OK,好,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